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中国,有一个勇敢的女孩名叫花木兰。 她的家乡面临着战争的威胁,皇帝下令每个家庭必须有一名男性参军保卫国家。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中国,有一个勇敢的女孩名叫花木兰。 她的家乡面临着战争的威胁,皇帝下令每个家庭必须有一名男性参军保卫国家。 木兰没有哥哥,只有一个年迈的父亲。 她知道父亲年纪大了,去战场非常危险,所以她决定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木兰没有哥哥,只有一个年迈的父亲。 她知道父亲年纪大了,去战场非常危险,所以她决定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木兰决定假扮成男孩,代替父亲去参军。 在离家的前一天晚上,她剪短了自己的长发,穿上了父亲的盔甲。 第二天,她带着家里的马,离开了家,踏上了去战场的路。 木兰决定假扮成男孩,代替父亲去参军。 在离家的前一天晚上,她剪短了自己的长发,穿上了父亲的盔甲。 第二天,她带着家里的马,离开了家,踏上了去战场的路。 在军营里,木兰经过努力训练,变得非常强壮和勇敢。 她和士兵们一起生活,成了好朋友,但她始终保守着自己的秘密。 经过多次战斗,木兰展现了出色的勇气和智慧,赢得了同伴们的尊敬和敌人的畏惧。 有一次,敌人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 木兰想出了一个聪明的计划,带领士兵们赢得了胜利。 最后,战争结束了,皇帝为了表彰英雄,特意召见了木兰。 有一次,敌人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 木兰想出了一个聪明的计划,带领士兵们赢得了胜利。 最后,战争结束了,皇帝为了表彰英雄,特意召见了木兰。 在皇帝面前,木兰揭示了自己真实的身份。 皇帝非常惊讶,但也深深地被木兰的勇气和牺牲精神所感动,赐给她高官厚禄。 木兰拒绝了所有的奖赏,只希望能回家见到家人。 回到家乡,她的家人和邻居们都非常惊讶,但又无比自豪。 从此,花木兰的故事在中国流传了千百年,成为了勇敢和忠诚的象征。 木兰拒绝了所有的奖赏,只希望能回家见到家人。 回到家乡,她的家人和邻居们都非常惊讶,但又无比自豪。 从此,花木兰的故事在中国流传了千百年,成为了勇敢和忠诚的象征。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中国,有一个勇敢的女孩名叫花木兰。 她的家乡面临着战争的威胁,皇帝下令每个家庭必须有一名男性参军保卫国家。 木兰没有哥哥,只有一个年迈的父亲。 她知道父亲年纪大了,去战场非常危险,所以她决定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木兰决定假扮成男孩,代替父亲去参军。 在离家的前一天晚上,她剪短了自己的长发,穿上了父亲的盔甲。 第二天,她带着家里的马,离开了家,踏上了去战场的路。 在军营里,木兰经过努力训练,变得非常强壮和勇敢。 她和士兵们一起生活,成了好朋友,但她始终保守着自己的秘密。 经过多次战斗,木兰展现了出色的勇气和智慧,赢得了同伴们的增进和敌人的畏惧。 有一次,敌人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木兰想出了一个聪明的计划,带领士兵们赢得了胜利。 最后,战争结束了,皇帝为了表彰英雄,特意召见了木兰。 在皇帝面前,木兰揭示了自己真实的身份。 皇帝非常惊讶,但也深深地被木兰的勇气和牺牲精神所感动,赐给她高官厚禄。 木兰拒绝了所有的奖赏,只希望能回家见到家人。 回到家乡,她的家人和邻居们都非常惊讶,但又无比自豪。 从此,花木兰的故事在中国流传了千百年,成为了勇敢和忠诚的象征。 小蝌蚪找妈妈,HSK3,四级听力口语练习。 从前,有一群小蝌蚪在水塘里孵化出来。 它们长着圆圆的头和长长的尾巴,非常可爱。 小蝌蚪们非常开心,因为它们可以在水里自由地游来游去。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开始想念妈妈了。 从前,有一群小蝌蚪在水塘里孵化出来。 它们长着圆圆的头和长长的尾巴,非常可爱。 小蝌蚪们非常开心,因为它们可以在水里自由地游来游去。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开始想念妈妈了。 一天,小蝌蚪们决定一起去找妈妈。 它们首先遇到了一条大鱼,问它,你是我们的妈妈吗? 大鱼说,不,我不是你们的妈妈。 我是鱼,你们是蝌蚪。 小蝌蚪们继续寻找。 一天,小蝌蚪们决定一起去找妈妈。 它们首先遇到了一条大鱼,问它,你是我们的妈妈吗? 大鱼说,不,我不是你们的妈妈。 我是鱼,你们是蝌蚪。 小蝌蚪们继续寻找。 接着,它们遇到了一只乌龟。 小蝌蚪们又问,你是我们的妈妈吗? 乌龟说,不,我不是你们的妈妈。 我有壳,你们没有。 小蝌蚪们又继续寻找。 接着,它们遇到了一只乌龟。 小蝌蚪们又问,你是我们的妈妈吗? 乌龟说,不,我不是你们的妈妈。 我有壳,你们没有。 小蝌蚪们又继续寻找。 然后,它们遇到了一只螃蟹。 小蝌蚪们问,你是我们的妈妈吗? 螃蟹说,不,我不是你们的妈妈。 我有八只脚,你们有尾巴。 小蝌蚪们开始感到有些失望,但它们没有放弃。 最后,当小蝌蚪们快要放弃的时候,它们看到了一只美丽的青蛙。 小蝌蚪们问,你是我们的妈妈吗? 青蛙说,是的,我是你们的妈妈。 最后,当小蝌蚪们快要放弃的时候,它们看到了一只美丽的青蛙。 小蝌蚪们问,你是我们的妈妈吗? 青蛙说,是的,我是你们的妈妈。 小蝌蚪们非常惊讶,因为它们和妈妈看起来不一样。 青蛙妈妈解释说,小蝌蚪长大后,会变成青蛙。 小蝌蚪们非常高兴,终于找到了妈妈。 小蝌蚪们非常惊讶,因为它们和妈妈看起来不一样。 青蛙妈妈解释说,小蝌蚪长大后,会变成青蛙。 小蝌蚪们非常高兴,终于找到了妈妈。 从前,有一群小蝌蚪在水塘里孵化出来。 它们长着圆圆的头和长长的尾巴,非常可爱。 小蝌蚪们非常开心,因为它们可以在水里自由地游来游去。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开始想念妈妈了。 一天,小蝌蚪们决定一起去找妈妈。 它们首先遇到了一条大鱼,问它,你是我们的妈妈吗? 大鱼说,不,我不是你们的妈妈。 我是鱼,你们是蝌蚪。 小蝌蚪们继续寻找。 接着,它们遇到了一只乌龟。 小蝌蚪们又问,你是我们的妈妈吗? 乌龟说,不,我不是你们的妈妈。 我有壳,你们没有。 小蝌蚪们又继续寻找。 然后,它们遇到了一只螃蟹。 小蝌蚪们问,你是我们的妈妈吗? 螃蚪说,不,我不是你们的妈妈。 我有八只脚,你们有尾巴。 小蝌蚪们开始感到有些失望,但它们没有放弃。 最后,当小蝌蚪们快要放弃的时候, 它们看到了一只美丽的青蛙。 小蝌蚪们问,你是我们的妈妈吗? 青蛙说,是的,我是你们的妈妈。 小蝌蚪们非常惊讶,因为它们和妈妈看起来不一样。 青蛙妈妈解释说,小蝌蚪长大后,会变成青蛙。 小蝌蚪们非常高兴,终于找到了妈妈。 快乐王子的雕像站立在城市的中心,全身镀金,眼睛是两颗明亮的蓝宝石,剑柄上镶嵌着一颗巨大的红宝石。 快乐王子的雕像站立在城市的中心,全身镀金,眼睛是两颗明亮的蓝宝石,剑柄上镶嵌着一颗巨大的红宝石。 雕像显得非常富丽堂皇,城市的居民都未知自豪,然而,雕像的背后隐藏着王子生前的悲哀故事。 他在生前从未经历过真正的痛苦和不幸,因此也就永远不会知道城市里其他人的苦难。 有一天,一只即将迁徙南方的小燕子因为爱上了一根河边的芦苇,而选择了一根河边的芦苇。 但当冬天临近时,芦苇告诉燕子他决定随其他芦苇一起迁徙,留下孤单的燕子。 但当冬天临近时,芦苇告诉燕子他决定随其他芦苇一起迁徙,留下孤单的燕子。 燕子飞到城市中心的快乐王子雕像上暂避风寒,准备第二天继续他的旅程。 燕子飞到城市中心的快乐王子雕像上暂避风寒,准备第二天继续他的旅程。 夜里,快乐王子的雕像突然开口讲话,请求燕子帮助他。 原来,王子的雕像可以看到城市中的贫苦和不幸。 夜里,快乐王子的雕像突然开口讲话,请求燕子帮助他。 原来,王子的雕像可以看到城市中的贫苦和不幸。 他请求燕子帮忙摘下自己身上的金箔和宝石,分别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尽管燕子,最初只想往南非,但被王子的善良和慷慨所感动,决定留下来帮忙。 他请求燕子帮忙摘下自己身上的金箔和宝石,分别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尽管燕子,最初只想往南非,但被王子的善良和慷慨所感动,决定留下来帮忙。 燕子成为王子的使者,把金箔和宝石送给了城市中的穷人,包括一位穷苦的作家,一位贫困的缝纫女,和一位冷得发抖的小男孩。 但随着冬天的深入,燕子越来越冷,最终因为寒冷和劳累死在王子的脚下。 燕子成为王子的使者,把金箔和宝石送给了城市中的穷人,包括一位穷苦的作家,一位贫困的缝纫女,和一位冷得发抖的小男孩。 但随着冬天的深入,燕子越来越冷,最终因为寒冷和劳累死在王子的脚下。 快乐王子的雕像在帮助了许多人之后,变得暗淡无光。 城市官员认为这座不再美丽的雕像是一种耻辱,于是决定拆除它。 快乐王子的雕像在帮助了许多人之后,变得暗淡无光。 城市官员认为这座不再美丽的雕像是一种耻辱,于是决定拆除它。 拆除时,他们发现王子的心虽然被烧化,但仍然完整,因为这是一颗由于同情和爱而变得坚不可摧的心。 最后,天使将燕子的死和王子的心带回天堂,作为天上最宝贵的东西。 拆除时,他们发现王子的心虽然被烧化,但仍然完整,因为这是一颗由于同情和爱而变得坚不可摧的心。 最后,天使将燕子的死和王子的心带回天堂,作为天上最宝贵的东西。 这是一个关于爱、牺牲和同情心的深刻预言故事,展现了即使是在面对绝望和苦难时,人们仍能通过善行带来希望和光明。 快乐王子的雕像 快乐王子的雕像 都为之自豪,然而,雕像的背后隐藏着王子生前的悲哀故事。 他在生前从未经历过真正的痛苦和不幸,因此也就永远不会知道城市里其他人的苦难。 有一天,一只即将迁徙南方的小燕子因为爱上了一根河边的芦苇而选择留下来。 但当冬天临近时,芦苇告诉燕子他决定随其他芦苇一起迁徙,留下孤单的燕子。 燕子飞到城市中心的快乐王子雕像上暂避风寒,准备第二天继续他的旅程。 夜里,快乐王子的雕像突然开口讲话,请求燕子帮助他。 原来,王子的雕像可以看到城市中的贫苦和不幸,他请求燕子帮忙摘下自己身上的金箔和宝石,分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尽管燕子最初只想往南非,但被王子的善良和慷慨所感动,决定留下来帮忙。 燕子成为王子的使者,把金箔和宝石送给了城市中的穷人,包括一位穷苦的作家,一位贫困的缝纫女和一位冷得发抖的小男孩。 但随着冬天的深入,燕子越来越冷,最终因为寒冷和劳累死在王子的脚下。 快乐王子的雕像在帮助了许多人之后,变得暗淡无光。 城市官员认为,这座不再美丽的雕像是一种耻辱,于是决定拆除它。 拆除时,他们发现王子的心虽然被烧化,但仍然完整,因为这是一颗由于同情和爱而变得坚不可摧的心。 最后,天使将燕子的死和王子的心带回天堂,作为天上最宝贵的东西。 这是一个关于爱,牺牲和同情心的深刻预言故事, 展现了即使是在面对绝望和苦难时,人们仍能通过善行带来希望和光明。 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里,住着一个美丽善良的皇后和他的妓女,白雪公主。 皇后每天都在努力让王国的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而白雪公主却总是找机会让皇后看起来不好。 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里,住着一个美丽善良的皇后和他的妓女,白雪公主。 皇后每天都在努力让王国的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而白雪公主却总是找机会让皇后看起来不好。 一天,白雪公主偷偷地把皇后的魔镜拿走了。 魔镜是皇后最珍贵的宝物,她能够告诉皇后怎样帮助王国的人民。 没有了魔镜,皇后感到非常困难,因为她不知道怎样继续做好事。 白雪公主把魔镜藏起来,并告诉大家是皇后自己弄丢了魔镜。 人们开始怀疑皇后的能力,皇后非常伤心,但她没有放弃,继续每天为王国的人民努力。 白雪公主把魔镜藏起来,并告诉大家是皇后自己弄丢了魔镜。 人们开始怀疑皇后的能力,皇后非常伤心,但她没有放弃,继续每天为王国的人民努力。 皇后决定去找白雪公主谈谈,她相信白雪公主内心还是有善良的一面。 皇后找到白雪公主后,和她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试图理解她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最终,白雪公主被皇后的善良和坚持感动了。 她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把魔镜还给了皇后。 皇后原谅了白雪公主,并教她如何用善良和爱心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欺骗和伤害别人。 最终,白雪公主被皇后的善良和坚持感动了。 她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把魔镜还给了皇后。 皇后原谅了白雪公主,并教她如何用善良和爱心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欺骗和伤害别人。 从那以后,白雪公主和皇后成了好朋友,一起工作,帮助王国的人民。 王国再次变得和平与幸福,所有的人都尊敬和爱戴她们的皇后,也开始欣赏白雪公主的改变。 从那以后,白雪公主和皇后成了好朋友,一起工作,帮助王国的人民。 王国再次变得和平与幸福,所有的人都尊敬和爱戴她们的皇后,也开始欣赏白雪公主的改变。 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里,住着一个美丽善良的皇后和她的妓女,白雪公主。 皇后每天都在努力让王国的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而白雪公主却总是找机会让皇后看起来不好。 一天,白雪公主偷偷地把皇后的魔镜拿走了。 魔镜是皇后最珍贵的宝物,她能够告诉皇后怎样帮助王国的人民。 没有了魔镜,皇后感到非常困难,因为她不知道怎样继续做好事。 白雪公主把魔镜躺起来,并告诉大家是皇后自己弄丢了魔镜。 人们开始怀疑皇后的能力,皇后非常伤心,但她没有放弃,继续每天为王国的人民努力。 皇后决定去找白雪公主谈谈,她相信白雪公主内心还是有善良的一面。 皇后找到白雪公主后,和她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试图理解她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最终,白雪公主被皇后的善良和坚持感动了,她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把魔镜还给了皇后。 皇后原谅了白雪公主,并教她如何用善良和爱心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欺骗和伤害别人。 从那以后,白雪公主和皇后成好朋友,一起工作,帮助王国的人民。 王国再次变得和平与幸福,所有的人都尊敬和爱戴他们的皇后,也开始欣赏白雪公主的改变。